日本人为什么把这把斧子设计出这么多功能 咱们来研究一下 打开安全斧套 高蒙钢的材质可砍可切可剁 中间带个小扣刀 搁个绳子搁个安全带 中间还有一个简直口的设计 后边狼牙纹 砸个钉子砸个核桃防止飞溅 而且整个手柄是工程加铅的材质 要硬度有硬度 要韧性有韧性 而且尾部带了一个小储存仓 这有一个30厘米的小特色 平时在户外切个水果 吃个手瓦肉 雷霆嘎巴好用 用完之后给它放起来 然后给你带了个安全斧套 上面可以拎着 后边可以挂着 然后这里给你带了一个万次打火石 在户外忘记带火的 在高原地区打不着火的 看到没有 火星四箭 尾部还给你带了一个小口哨 声音是非常的嘹亮了 400米600米一吹就能知道你的位置 有喜欢这款多功能战术斧的